童話 詞曲 詞 曲 曲 簡介 大家好我是葉林 其實這次很高興可以參加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就是紀念胡興泉大導演的回顧展 那其實對於這個展覽而言 我是比較一個算是... 就是外掛程式 怎麼說呢外掛程式 因為其他各位諸位 就是大家都是電影圈的高手這樣子 可是我是視覺藝術的 可是就用我 用以一個視覺藝術家的方式的觀點 居然可以跟胡導演扯上關係 其實還是一個蠻微妙的 就是為什麼說我是外掛呢 其實在參加這個展覽之前 坦白說 對胡金全導演 其實不是那麼強烈的熟悉 但我知道就是說 有一位這樣子的導演 就是是一個武俠片 非常重要的一個大師 那 當策展人來找我說 有一個展覽可以來參加這樣子 因為你的片子呢 跟他的關係很密切 你的作品的錄像作品 跟他關係很密切 我說是嗎 那我要回去找一下資料閱讀一下 後來才發現原來 隔空隔 就是說 時代 不一樣 可是卻有很多元素是重疊的 那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經驗這樣 因為我從小是很喜歡看武俠片 然後也很喜歡看一些漫畫書啊 或是小說啊 然後 其實電影 電影或是影像媒體對我影響很深 因為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我是開電視按遙控 任何遙控器長大 跟現在80後 是按滑鼠長大的 差不多意思就是說 我是按遙控器 是看電影 然後就 就在那個影像的框架之下 不知不覺啊 影響了我蠻多的這樣子 那 武俠片呢 是所有影片裡面我最喜歡的東西 可是 殊不知 因為這個原因呢 到了今天呢 就 居然可以參加這個展覽 那我想 就直接切入那個 針對 跟胡導的 就是說 的作品的呼應 就是 其實胡導演的影片呢 因為他創立了一個武俠片的風格 間接的影響到我 我就說 因為他創立這個武俠片的格局的美學方式 影響到後 後面很多拍武俠片的導演 的拍片方式 或是 美學 那我是 看著這些片子 就是 應該是說我的養分啦 那 比如說 胡導演裡面 他在作品裡面 有講到很多的殘義 或是很多的空景 還有講到很多中國文化的 東西 那我想這些東西 就是 剛好我的作品裡面也有這些部分 比如說 中國山水的這個場景 比如說 我2004年的時候 我去了中國 然後 第一次去 去了桂林山水 那 如果各位有去展監逛過的話 就是 我第一次去中國 可是我就會覺得 中國文化 或是中國山水 對我而言 既遙遠 又親切 然後 就遠在天邊 可是又很陌生 所以我就 穿了一件很突兀的衣服 在桂林的江上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 可是我又很想要我是 是 可能有魔術 或者是 有武功的人 站在江上 很像武俠片裡面的人 很厲害 然後會發工 所以我就噴了很多的彩虹跟花 那又比如說 我 因為我常常駐村 就是跑來跑去 又比如說我2005年跑去韓國駐村 可是 在韓國駐村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在台灣看不到的 中國文化裡面的 類似宋朝風格的建築 原來在韓國 這麼多 這麼 這麼 到處都是這樣子 然後 就會有一種很 很深的感受就是 其實 我是生長在一個 文化認同很薄弱的一個島 然後 居然在 比如說在中國 或是在韓國 才會 感受到我 以前歷史課本裡面 或是地理課本裡面念的 文化的部分 中國文化的部分 所以 這個東西 有衝擊到我 然後 所以我就也跑去了 那個 韓國的 一些廟宇裡面 拍了一些片子 然後一樣 一樣我就是 用了一個古裝的女生 然後 跟 一個 我的 魯仁系列 然後 古裝的女生 可能有一些 儀式性的動作 然後 那個 魯仁系列 就打了一些太極拳 這樣子的呼應 其實我覺得這些 等等等等 都是 我覺得 我後來回想說 我為什麼喜歡看武俠片 或 為什麼喜歡看古裝片 的原因 是因為我 企圖在尋找一種 文化認同 的東西 因為在 現在 我覺得在我身處的這個社會裡面 我覺得 這個 認同感 或是這個 身分 或是這個文化的問題 是 對我有點很 覺得很 很 錯亂的部分 那 我藉由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 來 來探討 或是來 就是 跟自我對話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我 我會喜歡武俠片 因為在武俠片裡面 我看到了很多 所謂 古時候古人的 情義 人義 或是 一種道德 或者是一種人的人際關係 或者是 對於一些 文化的 怎麼講 就是那個 情節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東西 現在 的人與人之間的東西 都很薄落 對 然後我覺得在裡面 就會有很多 愛恨情仇是 是很有趣的 那 下一位的話 我們請 黃美清 黃老師 呃 大家 看過Monga沒有 看過 呃 扭層子的Love沒有 就是 都是黃美清老師 做美術設計這樣子 那 現在我把時間 交給黃老師 還有他另外一個 partner 這次一起創作的 一位藝術家王先生 也請他稍微介紹一下 請他們講一下 他們這一次的創作理念 謝謝 謝謝 大家下午好 我是黃美清 呃 這次 我跟王福瑞 我們一起在做 胡導演的展覽的時候 呃 我選擇一個 跟其他藝術家 比較不一樣的題材 是 胡導演 他 呃 還沒有完成的影片 是動畫 那 胡導演之前的片子 其實大部分時代 都是以明朝為主 那 我剛好 之前在巴黎 一段時間的時候 曾經在那邊打工 我第一部 我是在電影院裡面放電影 我第一部放的片子 就是俠女 所以我覺得跟胡導演有一個 很 就很有緣分吧 就是 我在一個異地 可是 放的電影 又是一個 幾十年前 這麼 這麼棒的一部片子 然後 我可以看到 在那時候放電影的過程 我可以看到 不管是華人 或是 外國人 他們 對於看 這樣的一部武俠片 有一種 很驚艷的感覺 我覺得 那那個經驗 我當時 還不是很明確的知道 那是什麼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們自己 從小 武俠片 有各種類型的武俠片 我們自己可能也都 在成長的過程中 看過各種類型的武俠片 但是 它的特別之處 當時還沒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那 後來 在 陸陸續續也看了 胡導演的其他片子 不過我覺得 是到這一次 在做展覽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到 電影資料館的片庫 去看了很多 胡導演留下來的手稿 還有 他的分鏡 甚至是他寫下來的文字 還有道具 服裝等等 我覺得 我好像在 這個過程裡面 才 把這個 十年前 在巴黎放片的 那個感受 真的沉澱下來 原來 很多東西 是這樣子累積起來的 胡導演其實是一個 可能 外界或是媒體 或是大家看到的他 都是很風趣很幽默 又很有才情的 可是我發現 我在 比如說我在 進入張宇竹海 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發現他對於 角色設定 甚至是他的study 是非常非常的扎實的 所以我今天非常想 跟大家分享一些 胡導演的手稿 那 我很希望這些東西 是可以讓大家看到 原來一位導演 不管他在創作 什麼樣的題材的時候 可能他 他的想法 所重出的那個點 他做了多少的功課 和試了多少的方式 來做詮釋 可能這些 剛才是不是有一些 那個 對不起 從那個 一開始的部分 其實 張宇竹海這個原雜劇 是很短的 但是 胡導演把它發展成一個 長篇的 劇本 那 有 比較 有東方版 也有西方版的部分 那 我覺得對於一個 這麼原朝的題材 能夠發展到動畫 甚至還有發展成西方版 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非常著迷 那這是他西方版 可能他在思考的一個 一個 Logo或元素 那 接著 有一些西方的角色設定 當然 這些西方的角色設定 是 在 他已經完成了 東方的設定之後 再做的一些轉換 那後面 有一系列是關於 在他的劇本裡面 主角的一些造型的設定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甚至在 張宇的造型 或是 龍女的造型 瓊蓮 他 試著用了非常多 的筆法 來詮釋 一個 角色的形象 那 因為胡導演實在太會畫了 所以 不管他用陳老蓮的筆法 用其他人的筆法 其實 做出來的 感覺都非常不一樣 我相信他最後統合了 一個方式 可能融合了 這些人的東西 成為一個 胡適的 詮釋風格 他甚至連 所有細節的道具 和他們的座棋 都是 他去了Santiago的海生館 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他就每天在那邊做素描 然後把這些 這些 可能 的 深海裡面的 生物 轉換成 在東方 深海裡面 可能在 章雨 翻轉了 就是 我們覺得一個 平常的普通人 在陸地上 怎麼樣能夠到 海裡去 的這個過程 可能 可能可以 會遇到的這些 蝦冰蟹醬 或是生物 做了一些 很 細節的 描繪 和 轉換 我覺得 在這裡面 我特別感覺到 葡導演 除了他精準的描繪以外 我覺得他 把這些動物 轉換成 角色的過程 是讓我覺得 非常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就是非常 激動 因為 我常常在 看到這些 從 動物到角色的過程裡面 可能 甚至只是 呃 當然 胡導演 在他的 這一個 計畫裡面 他也畫了非常多的 關於 場景的 手稿 或者是 彩圖 不過 今天我 我會很想 把他對角色的設定 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是 嗯 我覺得我自己 在拍電影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 電影其實是在講 關於角色 和人的 故事 那 嗯 在胡導演 的 片子 甚至在我 看他 動畫的手稿裡面 我依然可以看得到 他 似乎可以讓我們感覺 在 在動中 看到鏡 然後在鏡裡面 又可以感受到動 的這個過程 所以 嗯 我自己是選擇一個 比較輕巧的方式 來進入 這個題材 就是 嗯 我不會用 我沒有用 非常多 繁複或者是 呃 很大量的 圖像 或元素 來 來表達 這個主題 那 我反而 我希望把大量的空間 留給觀者 進去 就像 張宇 可能從 他遇到了一個 女孩 然後到 他 失去了那個女孩 到他 覺得 好像可以有方法 可以再得到這個女孩的過程 我覺得 從 從 陸地 然後到 你覺得的不可能 的水裡 其實好像有一種 很 超連結 的 能量 就是 因為在 我覺得 在元達劇裡面的 本裡面 我記得有一段話是 呃 就是 張宇看著茫茫的東海 他覺得前面都沒有路了 可是到最後 他就寫了一句 就是 當然他已經到了水裡 龍王也決定把女兒嫁給他之後 就是 他說 只要你有心路就可行 那 我覺得我應該是被這句話有打到 所以 有 有一點試圖把這個感受 做出來 讓觀眾 在 看和感受這個展間的時候 可以 藉由 不同的觀點 甚至有一些翻轉 原本的 嗯 我們看事情的方式 或是像 胡導演他試圖翻轉 合理的邊界或地界的方式 來 讓觀眾 進入胡導演的世界裡面 那當然 因為這次我找了一個非常棒的partner 是王福瑞 他把整個聲音的部分 嗯 包覆在 這個空間裡面 那我也請他聊一聊 謝謝 好 那 就是 呃 其實這次是蠻特別 因為其實 那時候 美慶找我的時候 然後他給我看他的設計圖 不過我看到就是 就是我還蠻訝異 因為 我想說他以前做的都是比較美術指導 可能都是場景 所以我想像他可能也會在那個空間做一個場景 不過事實上我看到並不是 我看到其實是 因為其實我是比較 也是 就是 媒體 藝術這邊 所以其實我們對裝置什麼是比較熟悉 那不過我看到說 欸其實是一個像裝置的東西在 整個展覽空間 就是我那時候 還蠻訝異的 就是 就是跟我想像有點不一樣 我突然以為是他會把那個空間做整個場景 不過事實上 我覺得 就是 這整個project還蠻有趣 就是說其實他 就是你在中間其實是 他是一個很微觀的 他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手稿 然後那手稿 他其實有陸地跟那個海的部分 然後 你又看到一個裝置 然後那個裝置 你感覺往裡面看 就是 層層的這樣 就是好像 也很有某一種意境 就是 你 往裡面去 去看 那 所以 不過在做聲音的時候就是 其實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 我其實是比較像是做最外面的那個場景 就對了 那 其實我這次用的是一個所謂的指向性喇叭 就是他其實是非常窄 他是有點像雷射那樣 所以 他其實是 比如說 他可以用聲音去勾露這個空間 就對了 所以他可以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那他其實打到這空間的時候 你聲音是依附在這空間 所以他可以依附在這空間去 去把這個聲音的空間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們其實到那個展場 其實 你們是在那個聲音的裡面就對了 然後他其實是牆壁上面的 其實是每一個面是一個空間 然後其實是跟他那個裝置本身 其實是相呼應的就對了 就是 他一個視覺的一個載體上面 跟一個聲音的載體 就是一個看不見跟看得見 他其實是相呼應 那你人是在裡面這樣 剛才美清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跟胡導演的緣分 其實這一次的展覽很有意思的是 多多少少 大家都跟胡導演有一些緣分 那我們很榮幸能夠把這些緣分 聚集在一起 譬如說我自己本身跟胡導演的緣分 就是我第一次 我以前是在報社中國時報 那我第一次訪問的導演就是胡導演 然後他那時候是在台北 勒故畫廊展 他的就是張雨竹海的手稿 這樣子 那那一次的緣分 我也沒有想到說 因為我去年才爹電影資料館館長 所以我沒有想到 我第一次做的大的展覽 也是胡導演的展覽 所以就是說很多事情真的很巧合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整個過程 每一個人的緣分 我會寫出來 但是還有一個跟他緣分很深的 就是胡導演走 胡導演走之前 經常在美國 對不對 美國東岸西岸都有 晚年的一位小友 他經常跟胡導演去吃飯聊天 那胡導演聊天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那我們就問他說你有沒有錄下來 當然沒有錄 我們都餓完 但是他自己本身也很精彩 他是學電影的 就是陳佳仁老師他今天才從 學電影現在教電影 他現在在日本 對不對 然後今天早上才從日本飛回來 那我們聽聽他 談一下他的作品 也談一下他口中的胡導演 謝謝 哈囉 嗨大家好 謝謝館長 我覺得這個 首先要感謝這次機會 因為胡導演過世以後 15年 我們終於把他的東西 重新在整理以後 以新的形式跟大家溝通 這是我覺得最感謝的地方 那大家都花了很多心力 我覺得余有榮焉這樣 那這個講到說緣分 我跟胡導演 在他生前最後三年 在洛杉磯一起 常常在一起看啊 吃啊 聊啊 本來還要寫一個這個劇本 就是叫做 滿漢全席 那跟胡導演聊天 就是真的是不得了 你這個中午飯吃成下午茶 下午茶吃成晚飯 晚飯吃成宵夜 欲罷不能 這是一定要講不完的 那所以呢 這次這個很巧 我跟長管長以前也是 在中國時報 他是我的編輯 然後也是很多緣分 然後碰到這個機會 當然是義不容辭 一定要跳進來 大家來一起共襄勝舉 那所以呢 這次呢 我想要跟大家 我自己本人是在美國學電影 那 在美國大概20年 然後在 也拍過好萊塢電影 拍過日本電影 拍過台灣的電影 所以 我現在在京都教電影 所以 對我來講 他的東西有 有教學的價值 有市場的價值 更有文化的意義 所以就有這三點來講 那第一 那我做了一個小小的 那個PPT 因為現在大家好像沒有PPT 不會講稿 所以 會 也得了這個病 那第一個呢 我就是要講這個空間的 空間金權 這是我 我設計的這個 這個 展覽空間 我要強調的是 他從中國的 繪畫 跟中國的 戲劇 汲取養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第一幅畫 我用那個梁凱的這個 雪形圖 雪景 然後呢 下一張 那這個是 剛剛我講的緣起 那我 這個待會大家也會看到 在那個106房間 我用這個馬賽克把所有 每一個跟胡導演 有關聯的人 的臉 集合成 一點一點的小東西 像這個 點畫一樣 像秀拉的點畫一樣 然後變成一個 馬賽克的圖片 也就是說 剛剛大家都提到這個緣分 那個 因為胡導演把我們大家的緣分 都就像這個馬賽克一樣 通通聚在一起 好 那下一張 好 那我們現在先 我要講的比較簡單 就是第一個 他的本事 胡導演拍電影有本事 那他今天呢 年輕人已經不太知道 胡導演是誰 但是他的本事在哪裡 是我要強調 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呢 就是他對聲音 這邊我舉行叫監觀 節奏感 音場的前衛性 可不可以放一下這個片段 OK 好 下一張 大家看剛剛這個段落 他在荒野上面有古典 這個是他把這個 這個金劇的這個劇場 跟外面的寫實主義的這個攝影 合在一起 等於說他把金劇帶到戶外 他把戶外帶到金劇的劇場裡面 這個是非常大膽的做法 非常前衛 今天也很多人也不敢做這種事情 因為你考慮寫實主義 你說哎呀這個 像這個好萊塢 他這個很多配樂都是 都是Wall to War的這種音效 那大家已經習以為常 但是你如果想一想 這個古典從哪裡來的 難道有一幫這個敲幫子的人 在旁邊在荒野打鼓嗎 沒有這種情形嘛 所以他是不合理 但是他因為他敢做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他就同時把兩個 不可能的空間結合在一起 他把劇場的空間 跟實際電影的空間結合在一起 這是他第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呢 光剛剛那個圖 大家看到他們走路有那個 有踩那個鼓點 他就造成一種節奏感 他就有一種音樂性 這個音樂性就是一種韻味的源頭 這個拍電影要講韻味 要講節奏 這個他光用這個古典 就很快簡單又達到 這個了不起 第三個要講的是空間的創造 你光看他這個 剛剛他殺了四個人 他的結束 結束呢 他把所有人都集中在右下角 左邊呢一大片留白 然後呢 旁邊有一堆小人在跑步 他這個構圖呢 在好萊塢來講幾乎是不太可能 因為那個他沒有 他取了一個非常邊緣的地方 做主要的行動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 符合中國的留白 第二個他讓這些人物 甚至包括電影的空間 都能夠呼吸 這是一個呼吸的空間 他不只是留白的空間 他還是人物呼吸的空間 他喘息了 他要你的情緒塞滿這一整個畫面 他留了一大片空白 讓你去塞滿你的情緒 跟你的呼吸 好請看下一張 所以我跟胡導演 這三年 當然之前 我是在電影街長大的小孩子 所以呢 他看 每次跟他聊天 講到什麼 日本的Sashimi 是從唐朝過來的 刺身這個字是唐朝來的 他那個引經據點 考據的精彩 那個真的是無意倫比 我們常常就是 光聊這個就可以 自己覺得很爽 所以片子就沒有拍成 對不起 然後再來呢 然後這個 就是叫做讀書得尖 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我剛剛前面這三個呢 我強調一個字叫做尖 一個是尖關 尖關是詩巾裡面尖關 第二個是空間 第三個是得尖 就是他抓住這個空間 這個尖這個字 這個字呢 在他的手裡面 變成活化 他活化 他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空間 他變成 從名詞變成一個動詞 這是他用這個尖的 了不起的地方 那最後一點 就是我要講他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 中國人要跟 我們華語電影要跟好萊塢對拼 我們必須要走類型電影 因為錢打不過人家 這個歷史也沒有他強 但是虎島在七六零年代 已經把類型電影走到了一個非常極致的位置 他自己也講 他的電影 不需要 他不再擅長講什麼故事 但是他擅長把故事講得有趣 那這個就是他的厲害 因為類型電影 大家去看類型電影 沒有人會期待看一個新的故事 故事都是舊的 人物也是舊的 但是你怎麼樣把他換一個新的衣服 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我呢 因為有前面這四點 我想說 我來做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來幫他把他的這些優點 把他這個長處 重新再介紹給新一代的年輕人 所以下一張 所以呢 我設計的這個房間呢 就是我的時候叫做 敬禮乾坤疏古藝 遊藝傳承詩新調 胡導演很喜歡這種 古代的這種對聯啊什麼的 他做得很好 那我這個房間一進去呢 就是設計成像客棧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整個投影的情形 然後我的這個投影的設計 就是希望把人的實相 跟電影的虛相合成起來 也就是觀眾進到這個房間以後 就會被邀請到胡導演客棧裡面 跟裡面每一個角色產生互動 請看下一張 這一張呢 是客棧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 我用的第一個字叫做 書式 然後這個第二個部分 我用的一個字叫做書 書就是更生 就是新生 讓他再生的意思 然後呢 在客棧裡面呢 大家都是過客 所以在過客的 過客在一個這個 暫時的空間裡面 大家要調適自己 大家要想辦法找到自己適合的空間 這個是他選擇客棧最大的用意 但是你大家看到他這裡面呢 他了不起就是他的演員的眼神 他的眼神呢 非常具有專注力 他們的表 以前的人的演戲呢 戲都在臉上面 戲都在眼神裡面 那現在呢 比較不容易看到這樣的 專注的演演表演方法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 我們可以從他這個裡面做出來 那我用一個 另外一個 也是用多媒體的方法 把它做成互相 因為他的每一個 民視的鏡頭 都已經獨立達成 一種美學的一個地位 就是說 你光看那個表情 你就可以猜 欸他到底在想什麼 你看下面那個 中間下面那個葛小寶 你看他那個表 大家都已經大家不太 不知道葛小寶是誰了 那那葛小寶你看他的表情 他那個表情就很清楚的表達說 他有點無奈 那當然這個 你就會想要說 啊從這個表情 就會去猜前後文 那前面後面的喜承轉合會是什麼 請看下一張 好 那大家看到有小孩子 牆壁上有四個壞人 要來抓小孩子 所以這個 我看到這個小孩子 能夠跟小朋友 跟這個電影裡面的人互動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就是要讓 裝置嘛 就是要 遇教於樂 遊戲裡面去學習一些東西 所以呢就讓觀眾 那下一張 你看這位女士跟這個 裡面唱和 他們一邊唱一邊跳這樣 大家好像玩得很高興 下一張 好 還有非常嚴肅的表情 再下一張 還有在兩個喝酒中間 從後面這個 這個 這個 穿聯而過 好下一張 所以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凝視 你看下面這 上面這四個眼睛 這個眼神的專注力是 這強啊 非常的 非常的有力啊 那這個是表演 這個中國表演的一套 一套 一套原則 以前的金劇的亮相 很多人的先輩也都講過 那麼他 他自己本身是喜歡看精細的人 他對這個特別是有感情 有研究 所以他會要求他的演員 去達到一個專注力 所以眼神是可以表演 光眼神就可以表演 下一張 好 那大家看這個眼神 胡錦啊 徐峰啊 這些 每個人的眼神都非常精彩 本身就變成一個icon 好下一張 好 那第三個部分呢 我把這個 他的美感跟空間弄完之後呢 我希望再傳達一個歷史的深度 所以呢 為了達到歷史的深度呢 我在我這個 那個房間裡面呢 藏了一個小的房間 這個房間呢 外號叫做倉庫 看起來像倉庫 但是大家進去看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像左邊那邊有一個書包 這就是胡導演 根據那個 唐山賬的那個 取經的那個書包 去設計出來的背包 後來在 倩女幽魂被張國龍一背成名 後來所有人都背這個書包 然後所以進京趕考 一定得背這個包 要不然你一定考不上 背的也不見得考得上就是 所以呢 你看這個包包放在那裡 旁邊都是沙 那我要強調就是 這個包包呢 你在這個角度 那個房間 一共有兩個地方可以看 當你年輕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看 你看到的是 鳥語花香 江南一片村 聽到的是鳥的聲音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 然後你準備進京趕考 一切充滿希望 等到你在客棧玩完以後 到了這個房間的另外一個角落 在右邊這個角落 只剩下一個小小的洞 上面還會像一個拱門一樣 上面還有兩個這叫做陽關 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覺 看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還是這個背包 但是呢 旁邊有一縷白髮 一縷白髮 那這個就是講中國人呢 生年不滿百 長懷千歲幽啊 就是你 你常常這個壯志未愁生鮮死 就跟胡導演一樣 那所以呢 我要強調這個 這個感情是 凝聚在這個 同樣一個房間 透過兩個不同的觀點 你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風情 所以從另外一邊 那個我叫做倉房的另外一邊 你看到的是一個 偷窺的眼神 看到的是一個 沙漠的景象 聽到也是風吹的殺聲 風吹風殺聲這樣 好 下一段 好 所以呢 然後呢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 做展覽也要 跟觀眾 要跟討好觀眾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紀念品 我都設計了一個紀念品 這個紀念品呢 就是以前70年代 大家可能年輕人都不知道 看電影的時候 會發給你一個本事 這個本事呢 就是基本上 是把電影的海報在正面 反面是電影的這個簡介 然後我把它重新 複製了它的這個 甚至連那個紙張跟那個印刷 都模仿以前的樣子 然後裡面解釋 這個房間裡面 想要表達的東西 你看下一張 好 那 回去上一張好嗎 謝謝 對不起 對 大家看到這個電影本事的這個圖 這個圖呢 其實也是表達它怎麼拍電影 這個電影本事左邊那個圖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張彈簧床 你如果看得比較仔細的話 它的 它在 呼到在竹林裡面 飛來飛去的鏡頭 在沒有特效 沒有電腦的情形之下 都是用彈簧床跟剪刀剪出來的 也就是說 它彈一下剪一個 彈一下剪一個 它的剪接是非常了不起的 它的剪接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如果仔細看 我剪的那個每一個段落 我總共剪了19個段落 讓大家在客棧裡面玩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段落 都是用筷子 它的桌上那個筷子呢 其實是一個坐標 你可以看到鏡頭怎麼擺 不管它鏡頭怎麼擺 筷子都在那裡 你可以玩這個遊戲 看鏡頭裡面的筷子跑到哪裡去 你就可以知道 胡導演去怎麼設計 去拍這個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然後右邊那張圖 它畫了 它那個圖是山裡面的那個影子 跟那個樹 一個奇怪的知識 這個是 它對這個 這個本身就已經有構圖的美感 跟意境在裡面 下一張 下一張 左邊四個人一直在奔跑 行者嘛 他是一個不停奔跑的人 他是一個永遠漂泊 他是沒有家的 他18歲離開北京 就再也沒有回家過 那這個 他一生都在漂泊 最後他死的時候 他是一個意外過世 他連目的都沒有 是無語聲聲捐出來給他的 所以這個是令人非常唏噓 那可能有時間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個人跟他的一段 就是幫他去打掃他房間的故事這樣 現在講 現在講 就是胡導演他過世以後 我們很意外 然後他以前在洛杉磯的那個房間 在South Pasadena 然後大家就是 後來他因為 我們本來 鄭沛貝本來是希望把他變成一個衣冠博物館 因為他的很多書 很多資料都在那裡 但是 不幸被賣掉了 因為他那時候他的名下不是 那個房子不是他名下 所以被賣掉以後呢 新的屋主就說 你們清乾淨啊 趕快 所以最後呢 大家很急急忙忙把所有東西裝箱 裝箱完以後呢 屋主不滿意說 你們要打掃乾淨 還要有燈要裝好 所以我呢 是最後一個去把它通通 尋最後一遍 打掃乾淨 把燈關好 把門鎖上 那那個時候呢 我覺得非常的 心裡 一頭酸啦 就是說一陣淒涼 就是說 一帶大倒 居然是這樣的一個下場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都應該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應該幫他繼續做一點事 除了沒有拍完的那個片子之外 當然是希望能夠把他的東西 變成一個有用的 一個教學的 比方說教材 給下一代學電影的人都可以用 好 那下一段 好 所以呢 我這邊呢 還有第二個禮物 這個我們非常慷慨 都是張冠長 非常慷慨 把這個 把這個我們那個胡導演 真的電影裡面的影片 剪成一段一段 讓大家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因為現在呢 大家都不太知道 以前拍電影的時候呢 一秒鐘是24格 24格的 所以說 我們以前剪片 你抓在手上 有功夫的這個 這個 這個剪接師 一抓就知道這是幾秒鐘 而且有味道 有聲音 有 有各種型態 所以他的秒 一秒鐘是有實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大家能夠分享這一秒鐘 好 下一段 好 最後呢 這個 有一部電影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叫做 畫皮 陰陽法王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印象 這次可能也沒有 大家都沒有琢磨在裡面 這部電影呢 是非常 大家看這張圖 這張電影是 畫皮裡面的開頭 拍得之美 而且他故意用這個 Cepia 就是這個紫黃色的filter 把它做成像範寬 或者是里程 他們那個畫的那個顏色 你看他那個顏色 就彷彿是回到中國古代的畫裡面去 那這部片子呢 叫做畫皮 現在已經有二跟三集了 第二集是 曾子丹那個畫皮 第三集這個轉生術陳國富 對不對 這基本都是 都是從這個原型來 我們常常講 他是一個原型的創造者 他手下創造的原型 不曉得多少 白髮太賤 書生背包 客棧 對 太多了 都數不完 所以呢 這幅圖我要來講 就是道路主起 也常常氣捐無腹道 我們回顧 所以才能夠前行 我們回頭看他以前的成就 我們才不會走冤忘路 我們才知道 可以學到什麼新的他的東西 他以前已經走得很遠了 但是大家都忘記了 所以只是重複去走同樣的路 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跟好萊塢對抗的話 差別就在這裡 好萊塢它有Studio 它有片場 片場的技術跟知識都可以累積 台灣我們大家都是游擊戰 大家打帶跑 大家拍完這個電影就解散了 解散以後 這個知識跟經驗很難能夠聚集 所以這個是我們打游擊戰 可能會比較吃虧的地方 那我要講 這邊要講的就是他這個畫皮 對他來講有特別特殊個人的意義 因為很不幸的 這部電影是他死前最後完成的一部電影 是他真正完成的一部電影 而且這部電影是吳明才 吳明才是他的大弟子 我們知道香港有七小福 老二是洪金堡 老三是成龍 然後元彪元德元奎 這七個小孩子 老大是吳明才 吳明才是胡金全的得意弟子 那我那時候做在胡金全過世以後 香港辦了一個回顧展 我跑去香港 就是跟吳明才聊天 我也是非常感動 因為吳明才他說他不識字 因為他們那時候的小孩子都是 都是江湖 跑江湖出來 他說沒有胡導演就沒有他 很多人都講這種話 那我去跟他聊天 也是從中午聊到晚上 然後那個 然後就是他感動的地方 一直都流眼淚 他那個這種真情流露 就是讓你感覺到 古代的霞情還在那裡 那我看到那個就是 啊這個東西是要傳承下去的 你片子不會拍 但是人要會做 然後下一部 下一部 大家是這個電影 如果你把它疊在一起 它就有電影感 因為它就有深度 它本來是平的 它現在變成是眾生 下一個 眾生 所以你看它 它對空間的運用 橫的 直的 上的 下的 它對空間是非常活用的 因為京劇裡面是無中生有 京劇裡面的那種擂台 那個樓台都是用假的 好 下一句 好 下一段 OK 這些都是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鏡頭 下一個 長城 我要講的是說 這部電影呢 是他回到他的故鄉拍的這部片子 他終於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去拍電影了 然後你看他拍長城 這部片子滿有趣的 前面三分鐘的這個介紹 跟後面的電影完全沒有關聯 幾乎是兩部不一樣的東西 後面的電影是鄭少丘 這個有很多這個 神社的機關特效爆炸的鏡頭 但是呢前面這部電影拍的唯美之極啊 你看最後一個鏡頭 下一個鏡頭 你看他的名字 放在長城旁邊 這個在很多導演 都是有意的做法 他們是有意識要做這個東西 美國的片子也是這樣 你看很多美國的片子 導演的名字 會跟裡面的主角放在一起 我認同這個這個主角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的話 胡金泉認同長城 他回到假了 所以我們呢希望呢 這個回顧所以能夠前行 我們希望繼續往前行 然後這個回顧就更有意義 下一個 謝謝 謝謝 都很精彩喔 那個我剛才他講的那一段 就是陳老師講的那一段 就是說他他收了 所有把胡導演 在洛杉磯的東西都收了 你知道運到哪裡來嗎 就運到電影資料館 那對不起我才來一年喔 那但是我們有管員是來了很多年了 然後他親眼目睹當時的狀況 所以我會請他講一下好不好 薛 請你講一下 就是胡導演的東西 來管理以後是怎麼樣的狀況 謝謝各位來參加 那個我們這一次 胡君泉那個導演的資料 其實是分三次到台灣電影資料館的 那第一次的話是在那個 九零年初的時候 胡君泉導演他自己整理了 他在香港金權音樂公司所有的資料 還有圖書 然後捐贈給國家電影資料館 那那個時候資料館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左右做了整理 然後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因為那個記者會的關係 胡導演說 他在美國正配配的那個電子台 倉庫還有一部分東西 所以我們就又隔年的時候 又去美國把那些東西拿回來 同時那個時候也看到原來他在UCLA 有一大批他的畫稿都在那裡 但是因為他更早以前就捐給UCLA 他不好意思拿回來 後來大概1997年胡導演過世之後 鄭沛沛跟他的朋友張錯教授等 在美國成立了美國胡君泉基金會 所以就透過跟溝通的關係 因為UCLA也沒辦法整理 所以那批東西就在1999年的時候 就來了台灣這樣子 那我們資料館等於是在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整理之後 在五年前胡導演過世十週年的時候 我們本來希望能夠辦個展覽 可惜就是因為資料館自己沒有一個很好的展場 所以必須要在台灣找一個很好的場地 但各種原因都沒有成功 所以今年就是很高興當代藝術館他接受了就是這個展覽 因為那個胡導演的東西 我們這次展覽主題其實是希望說 如果各位有看過展覽的話應該知道 就是胡導演他不純粹是一個電影導演 他其實是一個全方位的藝術家 就是他個人因為對於美術 藝術各方面的那個涉獵非常的廣泛 還有就是他對於文學方面 所以他其實因為這次的展覽 我們沒有辦法那麼全面 所以他其實本身也是老舍的研究專家 然後對於那個美食啊各方面 應該是說跟中國文化有關的十一住行 他都非常的熟 還有如果你們看到漫畫區的話 他的那個手稿的那些政治漫畫也是很有趣的 那我覺得說其實這一次的展覽 裡面除了透過胡導演的自己的美術作品 認識胡導演之外 我想你們如果很仔細的看他怎麼介紹他自己 還有他的年表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因為胡導演是經過就是一個戰亂那個年代 所以即便是他有那個心 他可能也沒有升學的機會 那因為這樣的緣故 即便是他是一個這麼有地位的藝術家 他在國外他也沒有辦法教書 那他也沒有拍電影 那你說他要怎麼生活 所以你們能夠看到那麼多的作品 除了他壯志未仇的動畫之外 後面的那些政治漫畫啦 或者是四個漫畫 還有他那個 在那個黃英英藝術展區的那些他的文稿 他寫到說那個紙的那些投稿 其實就是他後來就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可是他也透過了他自己的專長 然後生活方式為我們留下很多很珍貴的東西 他把他的想法 他個人對於他生活環境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抒發這樣子 我是覺得不管是他個人創作的東西也好 或者是他個人的對於生活也好 他對於他自己人生看法也好 我覺得各方面都是滿值得我們就是學習的地方啦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不管是 所以很多人有問說為什麼要做這個展 我是覺得因為他不管對於說懷念他的人也好 或是不認識他的人也好 我覺得都非常的有意義這樣子 對 謝謝各位 所以就知道電影治療館真的是有很多的保障 除了人之外 還有我們真的收藏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但是希望能夠給大眾 但是給大眾的話就是 因為一般 我現在不講了這個 現在就很難得請到這些藝術家來共襄盛舉 因為這是可以變成盛舉 是因為大家一起來做 不然的話這個詞舉不可能變成盛舉 那我記得黃美清老師就是 請黃美清老師到我們片庫第一次去看的時候 黃美清老師就看到那個 是他轉告我的 因為我不在 我是忙別的事情 那他告訴我說黃老師就看到 胡導演的張瑜竹海的手稿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線條和用色的地方 是真的不一樣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從這個 在後來黃美清老師願意加入 就是 譬如黃美清老師剛剛提到 動與靜的那個觀念的時候 很好玩 我第一次 就是這一次的第一次的第一場的演講 那個誰也提到 就是舒淇老師也提到 對 所以就 胡導演值得再做 是因為他本身有很好的東西 還值得再去開發這樣子 所以 因為今天那個 吳俊輝老師沒有來 所以就現在下來 下來的時間 我想請各位老師 是不是還有什麼話 要講沒講的 這樣一輪過之後 我們就開放給各位大家 來問問題好嗎 謝謝 我再說一下好了 就是 其實剛剛各位講 胡導演很精彩 因為他們 就是有非常密切直接的關係 那我稍微講一下就是 如果電影是一種很完整的起承轉合說故事 然後是故事裡面的人物角色跟情節都非常鮮明 那當代藝術裡面的錄像藝術就是一種斷裂的一種模糊的狀態 怎麼講斷裂或模糊呢 因為 藝術家常常 就是 比如說 將一種情緒點 一種在可見跟不可見之間的一種情緒點小題大作 所以當你在閱讀一個錄像藝術的時候 它常常會幾分鐘或幾秒鐘幾十秒鐘或幾分鐘的不斷的重播 然後企圖在這個不斷的重播重複播放裡面呢 一直不斷放大一種情緒或情感或一種訊息 那我的故事就是這樣 我的說故事的方式通常都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模糊 就是 比如說 都ABCD 然後每一段的都是斷裂都是被分解的都是被解構的 然後這些解構的情緒點再重新拼裝 所以 我企圖要講的就是其實是一種 就是現在 現在社會狀況的一種 文化薄弱的一種拼裝的方式 然後那是一種膚淺或是一種幼稚 然後對比 對比過去的 比如說現在 這個展覽這個武俠大師胡金全 他們在講求一種 很多東西都是一種非常重度很深層的細膩跟非常清楚的交代 我覺得這種對比就是一種 過去跟現在文化現象的不同 現在都講求快速講求表面 那過去講求非常深度 講求非常細膩的質感 我覺得我補充一下是這樣 剛才聽陳老師講 你們就會想像當年 老胡和小陳對談有多精彩 現在能不能 有沒有什麼 我知道你有很多話 再補充一下 從頭講起 大家有時間嗎 這個講就講不完了 這個 比方說我們那時候在寫這個滿漢全席的劇本 然後就在想說 因為他對這個中國的歷史 這敗觀也史 尤其是特別有研究 那比方說他就 我們就在講說 那這個 這個比方說你要先 拍電影要先有場景 先有故事 對吧 要有角色 那他就說 這個 你要拍滿漢全席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以前皇帝的菜呢 都沒有炒的 他吃的這個菜譜裡面都沒有炒的菜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個廚房 要送到皇帝吃飯的地方呢 很遠 你炒菜呢 炒到那裡到那裡都已經涼了 所以呢 他們皇帝的菜譜裡面沒有炒菜 哇 我就說 那這個不僅是 關於菜譜這件事情有學問 他還想到這個空間 因為這個空間 整個皇宮的空間 廚房的位置 吃飯的位置 生活的空間 包括一種對生活的一個條理 他是 他想的非常之多 很詳盡 所以那時候就想 哇 這個了不起 因為他的空間 是有意義的 那回過口來 你再來看他的中間 你就知道說 他的空間其實真的有意義 比方說他幾部片子 大家可能比較少看到空山淋雨啦 這完全就是在幾個廟裡面 他那空山淋雨是在韓國的廟 他撿了十幾個廟 撿成像一個廟 那這個就是了不起的 因為他剪片非常的厲害 他知道怎麼畫淋為整 然後畫整為淋 剛剛葉宜老師也提到 那剛好就是兩個東西 是非常有趣的 那現在的藝術呢 大概都是走畫整為淋 但是我們希望看到 能不能再從淋再回來整的部分 因為要不然就永遠都是淋的部分 那再來要講到什麼 007他有沒有跟你提過 有 他拍那個 講吧 沒有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從他那裡聽到最新的觀念就是 他為什麼要拍 就是東廠的事情 因為他對007很反感 因為007殺人執照嘛 那時候出來 他說沒有人有 有權利是拿一個執照隨便去殺人的 所以其實東廠是跟007很類似的 那我能不能請就是說每位老師 因為他們在做那個 這個展覽的時候 就做他們自己作品的時候 也其實也請了 這個過程中也其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說我自己知道是那個 陳昌然老師就到最後 動員了很多的朋友幫忙 然後黃美欽老師 你也提一下你這個過程 在做作品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好 其實我去那個 電影資料館的片庫 前年後應該有三四次吧 對 因為 我會發現 從第一次去看胡導演的東西之後 突然會覺得 你進到一個好廣大的世界 不是因為數量很多 是 我覺得範圍好大 好廣喔 所以 我覺得看了他 就像我剛剛說 我甚至看到他的分鏡之後 我覺得 哇 如果 他的這些東西能夠 被 想拍電影 在拍電影的人看的話 那簡直是 最好的教材了 因為 因為 我會非常驚訝於 比如說他在韓國的看景 或是其他地方的看景 的方式 我們現在的看景方式 當然數位相機帶著 然後 酒吧車一坐 然後地方停 開門下車 看這個景 聯絡 好 拍照15分鐘走 然後把鏡位切一切 說 時間行不行就拍 沒有 沒有 老先生他 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開始素描 就是 如果 我在想 如果今天我們 換一種方式 來思考 一個場景 或是換一個 那個方式可能也會 比如說 從 拍照到素描 當我們 在做一個素描的時候 我們會 看到的那個建築 我相信會跟 拍照不一樣 並不是因為我要講 那個 那個鬼片這樣的事情 是 我們在 真正在 現場 我們感受到那個 氣溫 我們感受到那個環境 感受到那個季節 感受到那個陽光 和那個地貌 其實 除了角色跟人以外 就是場域 來建立電影 那我們在那個場域 待著 去感受 到底什麼事情 會發生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細膩度 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而且 可能 常常 在 看到他畫的這些 看景圖的時候 會非常驚訝於 他已經 我自己的感受 是 他在畫這些圖的時候 他已經想好 他要怎麼拍了 那是太厲害的一個過程 就是 當你看了這個東西 勢必你非常有感覺 而且 你知道這裡可以 發生什麼事情 原本希望他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因為這個 地貌又提供你一些想法 所以你可以再 可以再給出更多的東西 於是 想法跟環境有了 結合 也有了更多種可能 對 然後 在裡面 就是 每一個類型的東西 看著看 就覺得 不會吧 就是 都是一個 很 誇張的 驚喜 就是 我看了他的這些手稿 然後 可能看了他的分鏡圖 以前分鏡圖就是 要用了複寫紙嗎 開始寫 可是 那些分鏡是畫到 你真的 我們可以把分鏡圖 出成漫畫 我覺得 因為畫到之精準 你知道那個角色的聯繫 就是 連他的樣貌 就是 綁帶 不綁帶 然後 觀是怎麼 就是 所有的細節 在那個分鏡圖裡面 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想的是 後來很多 在 電影工作裡面的人 很難想像的 那 我覺得 就是如果今天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其實非常想分享 我在看到他作品的過程 以及他帶給我的感動 謝謝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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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 他 胡金全他在 他在看鏡的時候 他就像在畫中國畫一樣 中國人畫畫 黃公望的 富春山居圖 他畫了十幾年 他是 他為什麼 他是用心中的 富春山居 他不是用 描寫的那個 是寫真的 富春山居 他畫的是他心中的那個圖 中國的山水畫都是在畫心中的圖 都是在畫血液圖 那所以 他血液 所以他 他可以把所有的片段連結起來 那 胡導演厲害就是說 他又特別極端 他因為當導演要 我常跟學生講 你要當導演一定要有結構性 因為沒有人能夠可以幫你把所有東西串起來 只有導演要把它串起來 當然剪接也可以 但是那已經不是你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結構很重要 那 胡導演他有大的結構 他又強調小的細節 所以他是兩集都非常厲害 可能大家就覺得中間就沒有那個愛情的部分 可能是 有啊有啊 他的愛情是非常含蓄的 對 說不出的愛情 這裡面我也提到 說不出的愛情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畫的東西 其實就是中國人講的一句叫做 胸中秋貨 就是你的山水都是在胸中 胸中秋貨 我再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 胡導演他在拍 他在拍戲的時候 好像說客棧佈置的時候 要上面有春蓮 他村蓮 不是寫下來貼上去 他是貼上去 他站上去寫 這個 這個 這個有非常深刻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場景 是他在那邊雕塑出來的場景 大塊夾我以文章啊 這個 自然山水就是我的文章 他今天 揮筆在上面 跟中國人到每一個地方 看到這個地方 風景漂亮 就要立一個碑 就要立一個碑 是一樣意思 他要在上面做 做 把他雕刻 留下他的印記 跟吸取考課的簽名 是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這個胸中秋貨 就是剛剛黃老師講的 就是為什麼他那個東西 就真的是 就是把中國的話 弄到電影裡面來了 那這個是我覺得 走得非常非常徹底 大家有一 因為胡導演的片子 現在年輕一輩的人 可能都沒有看到了 那有機會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真的去看 那然後有一部片子 我真的是自己 再重新看 非常喜歡 就是真的透過他的眼睛 再造了一個世界 就是那個 忠烈圖 忠烈圖裡面 他後來我沒有想到說 他那個 海岸的景色 就是全部 海上的景色 那個 絕壁的景色 都是在香港外島拍的 怎麼可以拍出那麼 雄偉的氣勢 但是是在香港外島 你想想看 香港外島哪個地方會有 會有這樣的一個場景 對不起 是透過他的鏡頭 讓我們重新看到 另外一個世界 是這樣子 好 那還有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想要看電影的話 我們大概是從 除了在這邊放映之外 從八月中的時候 在電影資料館 八月中到九月中的時候 我們會放映他演 以前早年他演的電影 還有他島的電影 我們盡可能去找到完整 但是 有的地方是因為 career ride的問題 我們實在負擔不起 所以沒有辦法 好 那現在 我們能不能 就是開放時間 給大家發問 老師們都在這裡 好 謝謝 其實 在這次部展裡面 那 就是看到 王老師 對於那個 張宇竹海 那個場景 那個 那間設置 非常的驚豔 就是說 他那個聲音的裝置 我想請問王福二老師 就是說 這是怎麼設計出來 你怎麼去想像這個聲音 深海的聲音 然後 是憑藉了什麼樣子的 一個設計的一個 一個 基本的一個架構 去設計出來的 其實那個 胡敬全導演 其實 應該說其實小時候 可能只有三台 其實好像長架的時候 其實也常會播 其實小時候其實經常 其實會看到他的 地眼 不過其實並沒有那麼深入 其實 說真的 我真的比較注意 其實也是俠女 而且那時候其實 還是外國朋友 他可能跟我 就是 聊集 然後其實我看 我也非常驚豔 覺得 就是 那 那其實 就是說 當然 以我們現在 在詮釋 我們雖然不是說完全 不過我覺得 也有一些精神 比如說 感覺他 那個 比如說他的 動跟進這個部分 那 其實我在做 其實有一個場 場域之外 其實我 我也有讓一個像 有一些像波浪的聲音 會這樣掃過去 所以其實 會帶過去 然後再透過空間 感覺 雖然他可能 不像是那個 什麼 什麼刀劍 什麼飛過 因為 跟那個 跟這個故事 並沒有那麼貼近 他事實上 他是像一個 海浪這樣 過去 就是 不過其實是比較 其實是比較 銳利一點的那種 那種 感覺有那種 波浪這樣通過 然後再透過 就這樣 其實 我 我這次使用 是一個比較 指向性的喇叭 所以他可以 讓你有那種感覺 他聲音是這樣 劃過去 劃過去 所以 其實是跟那個 就是 就是胡錦璇的導演 他的某一些 那種動靜的那種 是有那種 那種去呼應 我設計的 就是希望 用光學的合成 也就是說 不要用電腦 或者是那個 Digital 就是那個數位的合成 所以我用了一個 非常簡單 也就是在以前 就是1920 19 這個技術很早就發展出來了 就是用簡單的 這個鏡子跟玻璃 只是用這兩個東西而已 所以呢 我投影 投影到鏡子上面 鏡子會反射出一個 虛向的這個客棧的影子 然後 攝影機又從 穿過這個 這個玻璃 也叫鏡子 它是雙面的 它同時又是鏡子 又是玻璃 然後拍到這個 在裡面參觀的 這個 官客 然後 或是客觀 然後 然後呢 你們就會被拍到裡面去 所以就是把虛向跟實向 合在一起 那以前這個 Fritz Lang啊 他們幾個這個 比如說 德國導演 他們拍那個M啦 那些比較大的片子 他們為了省錢嘛 沒有那種大的這個 這個背景 都是這樣子 都是用 甚至在玻璃上面畫 畫背景 那這個都是 就是在沒有錢 就是在沒有電腦之前 用光學去做的東西 那我希望 回到那樣子的一種 一種方法 那當然 這個 拍出來的效果 就是 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 讓觀眾能夠互動 跟王老師的設計 是有點一樣的 就是 你會看到你自己 你會能夠跟 那個電影裡面的人 產生互動 那有互動 才會進入這個客棧 那這個是 當然也是 現在裝置藝術 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前提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 方跟天上的緣 對那個 可以 就是 是不是你跟 在你這樣 胡導演 在你 過於 產生出來以後的 特地做這樣 方跟天上的緣 對那個 我自己感覺 胡導演 的 除了動畫以外 其他完成的作品裡面 以 電影內容的年代來說 都是 過去 都是 古代 都是 離我們很長的時間的 以前 可是 每次在看他的電影的時候 都覺得 很新 所以 我覺得 這一次其實我使用的 元素 是 比較簡單 比較現代的材料 來做 不過我覺得好像可以 還是有一點 東西是 有些東西好像不會變的 是從 以前到現在是 一直可以聯繫起來的 所以 可能也是因為 在看著 張雨竹海 從文本到這些 手稿 和 劇本 的時候 其實 這個 這個要上經 趕考的 張生 張雨 他 在 他的 陸地生活 和我們 平常在陸地的這些生活 其實感覺是 比較不快樂的 比較 有靈有角的 比較 比較 比較像 一個大的 嚴厲 就是 很像嚴快的感覺 可是當 他到水裡的龍宮的時候 那個過程 就像 我覺得這一次 在做張雨竹海的時候 另外一個 很大的收穫是 讓我 好好看了原雜劇 因為其實 我原本 我原本 會覺得 我是不是 有些東西 還是沒有辦法 那麼 深刻的理解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不會 所以我還蠻鼓勵 大家可以試著 看一看 因為 我覺得在看的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 東西 是不需要 很現代 很有潮流性的 語彙 或是元素 才可以來 理解的 有些 文字 它 並不會真的 那麼生硬到 你沒有辦法 感受到 它要講什麼 所以 它 在張雨竹海裡面的海底 原本的冰冷 跟那個透徹 和 類似 有一種很白皙而結晶的 感覺 我會很希望放在 陸地 和 海裡面的這一塊 或許有一些 關於天跟地的呼應吧 但是 在 我們看天的時候 我們 怎麼看天呢 其實 我們好像 在天地之間 我們對於 我們想要看到的 那個景象和天 我們好像常常還是只能仰頭看 所以 我很希望帶領觀眾用 另外一個 就是 不是正常的 不是 一般 平角 或是扶角的角度 來看 這一個 已經 被火 就是海水一直在翻滾 而產生的這個火紅的天空 那 當 火紅的天空 一直不斷的蔓延的時候 很多 原本 自己 環境的界線 或自己心裡的界線 有可能會變得很 開始變得模糊了 所以我希望 在真正 清楚的影像之外 還可以讓 進來的觀眾 感受到 模糊的 可能性 然後另外一塊 當我們真的 試著 因為 當我們靠近這個作品 的時候 就已經 在聲音裡面 而聲音其實 就是 帶領我們進到海裡的戒指 那 用這個 戒指 把自己包覆在裡面 而讓我們可以 看到一層一層 要下去 的 某個地方 它有 一個 不是 很直接的 道路 但是我們知道 好像有 一個光點 或希望在那邊 那個 可能是我會想要在 這個天跟海地 之間 做的一個 一個詮釋 大家趕快把握 最後一個問題囉 時間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是有一個 展監是黃文英老師 因為他現在正在拍 聶音娘 其實黃美清老師也是 正在拍片當中被我們抓來 不好意思 那個 他在拍聶音娘 所以他沒有辦法來 他那個展監的話 他其實 跟黃美清老師有同樣的感受 就是說 他看了胡導演的作品之後 就是尤其是電影工作者 他們覺得說 從那裡面啟發真的很多很多 還有包括葉景天老師也是一樣 他們都有這樣 都有跟我 就是說我們在交談的時候 同樣都有這樣的表達 那黃美 黃文英老師那個展間的話 你一進去的話 可以看到那些桌椅和踏 就是將來聶娘的道具 那然後另外 他在房間 他的那個展間裡面 上面有很多的布料 那個布料是他從各個地方收集來的 他的布料你可以從他的顏色 從他的織法和從他的花紋 還有整個的布局 你都可以看到說 每個 一個布料就是一個文化 就可以看進去了 那然後中間的是 胡導演的 東京夜談的一篇文章 是講紙張 那早期 早年 我們紙張是博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這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說 黃文英老師那個展間的所有的展品 有一部分是 就是聶影娘會用的道具 有一部分是 就是當年胡導演用的道具 那你們可以分辨得出來是哪些嗎 對 他都已經配合得非常 就是結合得非常天衣無縫了 那當然牆上有很多胡導演的字畫 你可以看得到 那我稍微提示一下 譬如說 他放在那個旁邊的有一個 紅色的一個竹籃 那個是我們 當年胡導演的道具 這樣子 還有他上面用的一個小的精器 對 小的烏龜的一個精器 還有那個波 那個都是 那個銅器的那個部分 都是胡導演 當年就是在韓國拍片所用的小道具 然後 你進去第二個部分的展間 那有一個 上面有一架掛一套衣服 那上面的領子 是那個藍白織頸 藍白花紋的那個 那一部分是胡導演當年用的 是胡導演當年的服裝道具 可是那個 淺紫色的那一套 下面的那個服裝 那個是黃文英老師的道具 這樣子 那昨天張愛嘉女士來看的時候 她就講過 她說 胡導演的道具裡面 服裝裡面有 她買了很多的那個腰帶 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在日本買的 但是她的服裝並不見得 是很好的布料 那她的小道具 尤其是那個 首飾 她允許不是用真的 她說李漢翔都是用真的 用古董 可是螢幕效果不好 可是她挑的都是不是很貴重的 但是 但是其實在螢幕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這樣子 那大概我稍微做一點點補充 謝謝大家 今天到此為止 也謝謝各位老師能夠來 謝謝 謝謝 謝謝